把敵人吹瘋! IOLITE BLUE 嘿大家好我是Nike 叫我AMO或EMO 今天要來介紹這個0就是CGSX藍色的 給沒有玩CGSX的朋友稍微講一下 CGSX分成三種屬性就是藍色紅色跟黃色 這個0就是藍色的封面藍色的領頭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0他雖然說念起來跟破曉之星的那個0 中文念起來的發音是很像的 但是他日文名字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是不一樣的名字 只是寫成中文之後中文的念法很像而已 那這個CGSX的角色台版其實不確定會不會出 主要是因為更新音樂的關係 在這個月就是6月的改版中 台版有更新新的包進來了 但是新的包已經有更新後面的 像好友部之類的都已經更新進來了 只是CGSX的音樂是沒有的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說 台版是不是有沒有可能會沒有這個CGSX的三隻角色 然後還有CGSX的活動獎 這個是不確定的 要等到7月SONET的公告才會知道 但是不管他有沒有 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角色 然後讓大家了解一下角色的性能 這樣 那簡單來說我個人給他的短評是在PVP還不錯用的一個坦克 那居然是坦克的位置嘛 所以當然是要升到五星是最好的 那RANK推薦呢在RANK推薦表都有寫 如果你是不打PVP然後專職聯盟戰的玩家的話 這個角色就沒有非常的推薦喔 可以考慮PASS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吧 首先UB是單體的物理傷害 並且對自己展開霧魔的無效盾 那因為這個霧魔無效盾是綁在UB上面的關係喔 所以呢 他盾的厚度其實是蠻厚的 那也在一些地方有一點奇效 這個等下會再提到 那1技的部分呢是範圍的物理傷害 並且降低敵人的雙防 然後會有嘲諷的效果 所以他就是一個有嘲諷然後又有一點點小破防的坦克這樣子 那2技呢是範圍的束縛2.5秒秒數不算多 但是他也有一些奇效啦 EX跟EXPLUS都是增加自身的物理防禦 那動作循環的部分我放在畫面上面喔 可以看到這個動作循環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循環是比較頻繁的會去施放2技跟1技 那這個在某些地方是會有用上場的時候 先來講PVP的部分 PVP的話是我個人認為這隻零最好上場的地方喔 首先 第一個點是他有這個範圍的束縛 那範圍的束縛 這種像霞的範圍束縛 或是魔法霞的綁 其實都是非常強勢的技能在PVP來說 因為束縛其實重點不是他束縛幾秒 就2.5秒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在束縛下去的時候呢 會把敵人的技能給中斷 那這個角色他因為蠻平凡的去施放束縛 他就可以去斷到可能角色比較關鍵的小招 補TP的小招之類的 來去讓你達到說在PVP比較大的優勢 而且以打PVP來說 他的UB的這個霧魔無效盾的厚度算是非常足夠的 即使在他血量非常低的情況下 他還是有可能直接靠這個盾就扛住這個六星日和的攻擊喔 所以呢 這一個零在PVP是會有一定的表現空間呢 就是在他自己本身的硬度還不錯 然後呢 還有嘲諷的效果還不錯 然後束縛的性能還不錯 大概就是這三個點讓他在PVP有出場的空間啦 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根據你的區間都會有一定的表現空間 這個要再看狀況 要出貨之後自己再實測看看才會知道 因為每一個人的PVP區間的環境都是稍微不太一樣的 大家喜歡用什麼進攻陣 習慣放什麼防禦陣容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會有每一個角色用起來不太一樣的狀況 這邊只是客觀的說這隻角色在PVP他確實是派得上用場的 再來呢就是聯盟戰的部分喔 聯盟戰的話其實他就只會有一種情況下需要 就是當你需要一個有嘲諷的坦克 然後你又想要他有一點破防的時候 就有機會可以上這一個角色 那當然提到這樣的角色一般都會想到留下嘛 所以物語隊來說的話 你要嘲諷又要坦克又要破防 留下一定是性能更好 他的破防量絕對是高非常多的 那法隊呢就沒有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出法隊你想要有嘲諷又有破防的話呢 這個角色就會有他沒有辦法取代的這個位置 但是呢即使你沒有這個角色 你法隊需要嘲諷的話 你就放一個空花嘛 原版的空花也是會嘲諷也是OK的 只是他少了一點點的破防 那如果說你沒有需要嘲諷 你只是要破防的話 你就放江戶空花嘛 江戶空花也是會有破防的 而且江戶空花是常駐角色 那這個鈴如果台版有出的話 他是限定角嘛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的使用上 還是PVP的使用會比較好啦 就是如果說你是一個專職PVP的玩家 這個角色有出的時候 你稍微拿一下是還不錯的 那如果你是專職聯盟戰 然後你的資源量並不是非常多的話 這個角色是可以考慮看看 那不要拿 考慮看看PASS的 好啦 以上就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這個CGSS的角色啦 總之呢 台版不知道會不會出這隻角色 我是希望他不要跳過啦 這樣子才會跟日版的環境是一樣的 如果他PASS了這幾個CGSS的角色的話 在PVP我們就少了這個鈴嘛 然後另外一隻這個紅色的那一隻呢 在聯盟戰會有一定的表現空間 那少了這兩隻對於台版的環境來說 是蠻棘手的 會有很多日版可以出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打的陣容 所以我還是希望他會出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這隻角色 然後到這裡 謝謝各位 再見 再見